你知道小星家的必处有多危险吗 只是拿一件东西 竟然就要全家人集体出动 这天天气非常寒冷 唯坐在桌子前的小星一家 都忍不住被冻的瑟瑟发抖 就连美牙端来了一大锅热汤 一家人也只想用来暖手 广志表示看来有必要拿出暖桌了 但美牙又何尝不想 只是他也没办法 当大家看到必处后 这才明白了美牙的意思 看来这个样子确实拿不出暖桌 但寒冷还是战胜了害怕 于是广志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我们三人负责撑住必处里的物品 然后小星趁机进去拿出暖桌 广志的计划立马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紧接着三人分配好位置 而小星则是戴上安全帽准备推开必处 就在三人上前准备堵住必处的时候 小星却让他们先暂停一下 原来小星是担心 万一里面妈妈的减肥产品变异成了怪兽 或者是里面的缝纫机变成了机器人 又或者是爸爸珍藏的血针机变成了现实怎么办 俊汝大姐姐 这个不错耶 别说了啦快点打开来 随后小星一把就推开了必处 广志三人迅速就堵了上去 接着就让小星赶紧进去 结果下一秒 老公你还好吧 你还哭什么哭啊 好好地撑住了 因为小星的安全帽可能撞到了我的下面啊 这是撞到一下吗 你真没用 原来没那种痛恨了 此时的小星在必处里四处寻找冷卓 而就在这时外面的小葵突然变一袭来 可现在根本就没有手去管小葵 没办法 广志只好让美牙去给小葵处理一下 自己跟梦牙来挡住必处里的东西 与此同时 必处里面的小星终于发现了暖桌的角 可上面竟然有个价值不菲的花瓶 小星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就抽出桌角 结果导致花瓶顺势就滚了出去 见此美牙一招滑行接球成功接住了花瓶 而一旁的梦牙见状都忍不住对老姐连连夸赞 此时的小星将桌角给丢了出来 可暖桌的桌体却卡在壁处里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 小星被广志的血针疾所吸引 而外面的三人已经快撑不住了 于是广志连忙表示 文言小星立马就来了精神 一边看书一边积攒能量 紧接着用力一推就把暖桌给推了出来 就这样 在几人完美的配合下终于拿出了暖桌 可最后广志在装桌子时却发现怎么少了一只脚 没办法 无奈的几人只好再次做好准备打开壁处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最后一只脚被小葵给拿走了